詞曲 李宗盛 來這個報告 關於上一次所介紹過的 從憨事到類別屬性多載 overloading 還有建構式、結構式這樣的內容 我們在第一節課 做一個比較快速的回顧 然後我們就進到List的參考 以及靜態成員結構等等 這個是我們希望第二節課 可以進行到這個結構 或者是附件建構式這裡 最後的一節課 我們會說明物件如何可以作為 韓式的參數 以及怎麼樣我們可以建立起 以物件為元素的陣列 我們先回顧一下上個禮拜所說 由韓式轉到類別的過渡 我們提到的是說 我們現在希望這個做的事情 是寫一個程式 它可以把這個影像 把它轉成是直立的Portrait 或者是橫立的Landscape的形式 因此我們就設想幾種可能會出現的情境 例如說有個影像 它的大小可能是3乘以5 當然Pixel的數字應該是比這個大 10倍、20倍等等 假設就是3比5 那麼B這個影像是2乘2 那麼C這個影像是4乘以1 有了這樣一個概念以後 這些剛所看到的這些實力 旋轉90度以後 它的寬跟高的比例 就變成是5比3、4比1以及2比2 因此我們寫一個以韓式為主觀念的程式碼的話 我們寫起來可能就是這樣子的 首先矩形A的話 我們就設定有一個變數叫做withA 然後設它是等於3 heightA等於5 那麼矩形B就是這個withB等於2 heightB等於2 依此類虧我們可以得到3個矩形描述的參數 那麼我們要把它們旋轉90度的時候 那其實只等於是把它的寬跟高對調而已 所以呢我們這個rotate的函式 可以利用所學過的swap的這個觀念 把它進來的兩個參數 用call by reference的方式來進行對調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裡的寬跟高這兩個長度的變數 做一個交換 而得到這個旋轉90度的效果 好 那這樣的一個寫法我們提到過 那就是有一些我們覺得不是很理想的地方 第一點withA跟heightA呢 這兩個變數是用來描述矩形A的 可是如果不是靠註解的話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曉得說 這兩個東西合起來是代表一個矩形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旋轉90度這件事情 應該也算是矩形物件的功能 可是呢我們只從矩形的這個函式裡面 看不太出來說 這個它就是矩形的這個旋轉90度的這種概念 而且它的使用根本沒有限制 即使不是矩形的旋轉的這種工作 也可以透過這個程式來完成 那這顯然不是一個理想的一個寫法 那麼因此我們提到過 這一個進一步的這個概念 首先可以把我們剛才所設定的三種情境呢 把它列成一個表 我們就有矩形A、矩形B、矩形C 而各自的這個矩形他們對應的寬跟高 就是屬於這個矩形的狀態 那麼分別是3跟5、2跟2 還有這個4跟1 那麼而且這些矩形呢 我們假定每一個都可以旋轉90度 呼叫一個它的旋轉90度的功能以後 那麼我們就可以發現呢 A跟B它的寬跟高對調 B也是對調、C也是對調 對不對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可以用一個表格的這個形式 搭配集合的這個寫法 來表示出矩形還有旋轉90度 這兩件事情的實力 所以我們發現 在我們所提到的三個矩形的這個情況裡面 都需要描述矩形的寬跟高 那麼而且每一個矩形呢 都具有一個旋轉90度的物件 所以呢 表格的一列裡面 它的A、B、C各自的這個寫法 就相當於我們說的一個物件 所以注意就是以這個表格概念來說的話 那麼一列就有一些它狀態的設定 以及它所具備的功能 那麼我們就把它稱之為一個物件 所以這裡有一個A物件 B物件 C物件 那比較抽象的寫法 就是寫成左邊 類似集合的寫法 也就是說 我們把能夠用這個表格所描述的這個東西呢 都稱之為矩形的物件 而這個矩形的物件 就包括A、B、C 它們具備寬、高以及這個旋轉90度的功能 而在這個表格裡面 作為物件產生的表頭稱之為矩形的類別 那在這個類別裡面 你所設定的就是它有什麼狀態 然後有什麼功能 那麼因此我們就把所有呢 可以表示成寬、高、旋轉90度的東西呢 組合起來 那就是一個矩形的集合 那這個就是一個類別 好 所以現在可以簡單的了解到 利用這個表 那個可以比較清楚的知道 什麼叫做物件 什麼叫做類別 物件的話就是你要產生這些物件的時候 那麼你所需要設定的這個參數 設定的這個變數 成員的狀態變數以及功能呢 在這個地方表頭這裡去描述 那它就是類別 然後每一個寬有一些spatial case 高有一些spatial case這些 那麼每一列是一個 這一個表頭所規定的內容的一個spatial case 那它就是一個物件 所以有A物件、B物件、C物件 OK 好 那因此呢 這樣的一個寫法 在我們寫程式的時候 如果你要去設定一個類別 換句話說 你可以依照這個表頭的規定 去產生你所要得到的這個物件的話 那我們就寫一個class C-sharp的class 那這個class的內容裡面 首先它包含一個class的名稱 叫做Rectangle 這個表格 表頭部分的話 就可以叫做是一個Rectangle 那這Rectangle裡面呢 它的這個狀態 的變數 有寬 就是這裡所宣告的這個width 然後有高 就是這裡所宣告的height 那麼還有一個功能 設定是旋轉90度 那就是這裡所寫的rotate 所以呢 這就了解到 我們在利用這個物件 來處理問題的時候 我們需要寫一個叫做class的這一種程式碼 那在class程式碼裡面 你就設定你所要產生的物件 它的狀態變數是什麼 然後它有什麼功能 好 那麼因此呢 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 類別跟物件它的概念 我現在可以把它用表格可以看得出來 接著在這個rotate 還有class這邊呢 之前我們寫這個韓式導向的程式的時候 我們都是放在一個class 叫做program裡面 那麼因此 我們裡面所寫的那些韓式 都是program那個class裡面的這個function 那同時呢 因為那些function 是被這個program那個class裡頭的 主程式所呼叫 而主程式呢 是後面我們會介紹的 靜態的static的這個function 所以被這個主程式所呼叫的其他function 也都要宣告成是這個static 好 但是我們現在寫Rectangle這個class的時候呢 它的function是每一個物件都具備的功能 所以我們不需要加上一個static的字 那這個我們後面會再更進一步的仔細說明 好 那因此呢 這個 假定 這個我們有了剛才的class以後 其他地方的程式呢 就可以應用剛才的class 然後來產生一些物件 所以例如我們可以寫說Rectangle這個class 那麼它所定義的物件A 就assign為一個new的這個Rectangle 那new我們講過 就是有new出現的時候 就是要向這個作業系統要求這個分配 這個heap space的這個記憶體 那因此這裡部分 我們就是先用這個RectangleA等於newRectangle 這樣的一個寫法 來要求作業系統 依照class這裡的這個設定 去把狀態的變數呢 在heap space裡面 準備好一個區域 來放置它的這個成員變數 width跟這個height 那因此呢 RectangleA等於new Triangle可以這樣做 那接下去下一步呢 這個a它的這個寬應該等於3 高應該等於5 就是根據這個表格 那麼所以我們就可以要求 a舉行的物件 它的width是等於3 然後height是等於5 好 相同的道理 我們可以宣告這個b物件是Rectangle 它的寬等於2 然後它的高也是等於2 然後可以rotate 好 那C也是如此 那就是你可以看到 設定它的成員變數是4 然後它的height是等於1 依此類推 好 那在上禮拜我也介紹過了 在上上禮拜 那就是在這個Visio C Shop裡面 我們如何呢 讓Visio Studio幫你產生 class程式碼的這個架構 好 那所以呢 當你使用這一個 加入一個類別的程式的時候 Visio Studio自動幫你產生一個這樣的框架 所以你要寫的這個class的內容 就在這裡面 你就可以把剛才我們所寫的Rectangle class 放到裡頭去 好 那這個我們就提到過了 就是說現在呢 這種物件跟類別的概念呢 是無所不在 那麼因此絕大部分現代的高階語言 都會使用物件和類別 那剛才我們所顯示的這個類別的觀念 它提到了一個重要的做法 也就是說它把狀態變數跟功能的函式 封起來當作是一個整體 所以以剛才的Rectangle來說的話 它就是表示矩形所需要的變數 就相當於剛才那個表格的表頭 還有它應用到的功能Rotate 我們都把它放在class這個程式的寫法裡面 那麼這個就跟傳統上 我們變數是變數 韓式是韓式 那樣子的在我們期中考前的這個討論呢 我們把這個變數跟這個韓式是分開看的 好 但是呢 有了這個class以後 我們看到了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把這個狀態的變數 以及它所具有的功能 合在一個class裡面 所以這個呢 我們就叫它做物件的封裝 第一個層次的encapsulation 那因此當我們把狀態變數跟韓式封起來以後 它就可以當作一個整體來應用 所以我們在前面看到的這個矩形物件 那個rotate還有with a with b這些東西 分開構想 以至於你不曉得那個rotate 主要是用作為這個矩形的旋轉90度的概念呢 那麼沒有辦法這一個很清楚的表達出來 但是現在我們使用類別這個韓式以後 在類別的宣告裡面 我們有包含了這個類別裡頭 它的狀態的變數 以及相對應的這個功能在內 所以它可以整體來應用 那這個東西呢 你同樣的一個類別 可以在不同的這個程式碼裡面出現 那這樣子的話呢 在每個地方出現的時候 這些變數跟功能都是相關連在一起的 那由於你寫了一個class 把它們整合在一起 所以即使你到別的地方 那麼照樣可以來使用 那這會使得這個程式的內容修改 變得很容易 而且呢 這個程式師呢 就可以不必要知道很多細節 就可以應用功能 那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就是所謂的code reuse 程式碼重複使用的概念 我提到過 大約在公元2000年左右的時候 曾經有所謂的這個軟體危機 也就是這個軟體工程師的產能 那個不符這個需求 因此這個我們把這個物件導向的觀念 引進來以後 那麼這十幾年來 這個軟體的這個進展 真的是可以以突飛猛進來形容 好 那我們等一下會再繼續說明 其實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前所寫的這些韓式導向的概念 當然它也可以當作是黑箱的模組 在不同的地方來應用 但是呢 他們的這個變數跟韓式是分開的 那因此你在不同的地方使用的時候 那這些韓式本身的變數跟這個韓式分開 於是你必須要分別處理 那這個一點來講的話 其實是讓程式設計師呢 這個應用起來並沒有那麼方便 好 那因此我們就提到過了 new的話就是產生在heap的地方 所以例如我們剛剛看到的 假如class是這樣子一個 剛才這種寫法 然後主程式裡面呢 就建構了一個物件A 還有一個物件B 那麼在這個主程式裡面 RectangleA等於newRectangle的時候 它向作業系統要求 在這個heap space堆積記憶區裡面 找了兩個放integer的位置 就是A這個物件 它所對應的這個儲存區域 那麼這個儲存區域開頭的地址 就放在這個stack space裡面 叫做A的這個區域裡頭 所以呢 這裡A裡面呢 所放的呢 就是A所指的變數所在的這個地址 那麼這個地址放在這裡 那麼在使用A物件的時候 我們會說它是A物件的this pointer this的指標 這個this的指標 我們後面還會繼續討論怎麼用它 好 那因此呢 在這個寫法裡面呢 就是先利用A等於newRectangle 然後設定在堆積記憶區裡面 所儲存的變數 其次它就把這兩個變數呢 一個設定為3 一個設定為5 好 所以相同的做法 B舉行的話也是如此 那就是把B的width height呢 分別設定成是2 用這樣一個方式來進行 好 那這樣做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class裡面 所宣告的這些變數呢 叫做成員變數 那英文叫做Member Variable 有其他各式各樣的名稱 例如attribute field 或者是datamember 但是這個attribute這個字 我們等一下還有其他的用途 我們到後面再說明 那成員的函式呢 我在上次有講過 因為通常成員的函式 是一個函式的程式碼 它的內容其實佔的記憶體相當的大 所以如果你的每一個物件 ABC所指的這個裡面呢 都包含有一個韓式的程式碼的話 你產生一堆物件的時候呢 keep space遲早都會爆掉 那麼因此物件導向的概念的發明人呢 他們想出一個很好的點子 也就是說 每一個物件裡面的 每一個class裡面的這個韓式呢 我們只有在一個地方 存放這個程式的二進碼 就是那個binary的這個code 那這個binary code的這個開始的地方呢 我就把它叫做這個function的entry point 進入點 當你每一次呼叫 Rectangle class裡頭的rotate這個function的時候呢 那麼它為了要使得說 每一個物件跑出來結果都會不一樣 所以呢 這個我上次提到過 呼叫這個function的時候呢 它還會把這個物件的this 的這個位置傳給這個function 所以這個function像這個rotate 我們剛才看這個rotate的時候 它並沒有任何的輸入的參數對不對 好 但是呢 當你呼叫一個a.rotate的時候 它會把a的this這邊所指的這個位置呢 送到rotate這個function裡面 所以它事實上有傳一個參數 而不是沒有參數 所以你在看程式碼的時候 你以為這個rotate裡面 沒有不需要送參數進來 但是在實際上物件實作的時候 它會給它一個物件的this的指標進來 那因此呢 當這裡面要交換這個with跟high的時候 它就曉得要到this這裡 然後把這裡所指的with跟high交換 這樣一個意思 好 那b也是一樣 那這個rotate的時候呢 它會跑到這一邊來 把這兩個交換 好 那因為這樣做的話呢 我們就不需要每一個物件 都擺一個 這一個完全完整的程式碼 這個程式韓式直擊碼在這裡 那不必要 我們每一個這個function 每一個class所規定的韓式呢 都只需要這個在實作的時候 只要弄一次這個儲存的地方就行 好 那再來 接下來是第二個層次的這個封裝的概念 那這個地方要注意 我在上一次這個介紹這個private跟public的時候 那這個可能同學都有一點那個不是很清楚 我們簡單的講 這個我們進一步把這個class裡面的成員變數跟韓式 區分成一個是private或者是public 那這個作用是做什麼呢 主要重點就在於說 我們想要模仿硬體的ic的這個做法 好 那各位現在看到的右上角這一邊的這個圖呢 就是一個典型的ic的樣子 你可以看到ic的影像裡面 除了跑出來的這個街角以外 其他的東西呢 都用黑色的塑膠封起來 如果你把ic的這個封裝打開來的話 那它裡面可能就長得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在這樣的東西裡面 這裡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各式各樣的這個微小的電路 那利用例如這個台積電多少這個奈米的製程 去做出來的這個電路 好 那因此這些微小的這個電路呢 如果你讓它expose在外界的話 它會受到很多東西的影響 不是那麼穩定 那而且我們這個使用這個ic的人呢 並沒有必要去知道說 這裡面那麼多複雜的小電路在幹什麼 他不需要知道 那因此我們只要討論這一種封裝起來的這個硬體ic就可以 那麼電子工程師 應用這些ic製造出了非常非常多複雜的這個工具 例如說我們現在所用的電腦 那個laptop的筆記型電腦 那裡面有許許多多的這個ic在裡面 那麼設計這些電路的這個工程師呢 他並不需要知道每一顆ic裡頭裡面的 某一個微小電路裡面在做些什麼事情 他完全不需要知道這件事 他只要曉得說這些針腳 那這些針呢 那每一個應該要給它多大的電壓和電流 然後哪一個要插電 哪一個應該不要電 那這些東西 我們都把它這個依照每一個ic 他會提供的cookbook 那你知道說哪些腳在做什麼用的 那於是你只要給它施加正確的這個電壓電流訊號以後 這個ic就會依照你所需求的 然後再發揮它的功能 那因此我們的這個class裡面 它的這個封裝剛才提到 包括狀態變數以及這個函式 那這些東西呢 這個顯然我們也是需要把這個狀態變數 以及這個方式區分這個包起來裡面的部分 還是呢是外露在外的這個pin 那個pin 那個ic的這個pin 好 那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看 通常我們在上一次介紹的時候提到 我們通常是把這個狀態變數設定是private 也就是說它是被包起來的部分 那麼這個它不是那個外露在外的那個ic的那個pin 那個針腳 那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那我上一次的這個說明 用了這個程式碼去解釋 那其實效果應該沒有很好 我現在改用這個同樣這個表格的方式 來說明我們為什麼會盡量把這些成員變數 設定成是private 好 那這個private跟public概念是這樣 每一個retangle的這個成員變數 我們剛剛介紹的它只有這個寬跟高 密跟height 可是呢 我們不能夠排除一種情況 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 rectangle這一個class 經過一番使用以後 我們發現說它的成員變數可能要增加一個叫做area Area这个面积这一部分 好那因此Area也变成是 Rectangle的成员变数 所以Rectangle成员变数 假定有width有height有area 如果说设定这个height的变数的话 我们了解到说 它应该要维持在一个正确的数值 所以假定这个width是3 然后height是5的话 Area应该等于15 那么这个是2 这个也是2的时候 Area应该维持是4 那么width是4 然后height是1的时候 它的area应该是4 好那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成员变数都打开 变成是open 那会造成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那假如说 这个我们设定它的height是5 设定它的height是5 好但是呢 Area这个变数 我们并没有反映在给别人使用的函视 或者是让外界去加入 如果说你这个area这三个东西都开放给程式的使用者来单独可以设定的话 好那它形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也许会记得把这个width设为3height等于5的时候 同时也把area设定成15 好但是这件事情呢是你在设定width的时候你可能会没有注意到这个area也要把它换掉 换成是这个合乎新的这个变数的这个值 好那因此呢 这个比较好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成员变数呢 都设定成是private 那当我们把所有的成员 比如说设定private的时候 那么你要去改这个width 或者改这个height 你就在它修改成员变数的同时呢 你要加一些程式码来把area的值呢 也设定进去 也把它设定成是3乘以5这个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我们的程式才可以这个维持说 每一个物件它的这个结果呢 都是这个consistent 否则的话呢 如果像刚才所举的例子 widthheight它都是public公开出去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当修改这个width 修改height的时候 不见得外面的程式师会知道说 还得改这个内在的这个变数这个15 好那所以呢 进一步的封装就是成员变数 尽量使用private 成员函式则可以依照实际的需求 去区分哪一些要public 哪一些是private 因为这个成员变数 它如果宣告是public的话 那么它就仿佛是这个软体 这边看到的边边这些街角的针角 那所以呢 这个外界使用你的这一个class的时候 就只要透过这些IC上面的这个角 来这个处理就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packaging 的第二层这个观念 那packaging这件东西呢 还有其他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考量 那这个我们等到介绍完了这个类别的继承以后呢 再加以说明 好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依照刚才所说 你的class里面变数呢 我们都改成是private 可是你总要有个地方 能够去设定wit是多少 height是多少 对不对 好那因此我们就写了一堆 这一个功能function 除了我们原来的rotate之外 我们再补上一些set width 或者是get width set height 还有get height 这样的这个function 以便能够设定wit的值跟height的值 也就是说去决定 这一列里面的这些成员函数的这个内容 那因此呢 用刚才这样的一个宣布的话 set width跟get width等等的做法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程式码的写法 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用a去set width等于3 然后set height等于5等等 这样子来进行 好可是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又发觉一个麻烦的地方 好那这个在物件导向里面的 增错的方式 那我们上一次也介绍过了 那我们这一次就先跳过去 好那因此你可以看到 那么有一些需要由外面去给定的 这一些变数的内容呢 当它被宣告为private的时候 那我们总还是要有办法去设定它的值 或者取出它的这个内容出来 对不对 那因此你可以看到像刚才那样 我们就要写一堆这个set跟get 所以如果跟外面有来往的这些变数呢 你必须要使用set或者是get的函式来处理 那当然在这里面 set的这个函式里头呢 会加进去 例如刚才计算面积等等这些东西 维持它内在变数的 这一个一致性的这些功能的程式码 也要放在这个set的这个函式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那接下来 刚才讲了这个属性 那接下来我们又提到了一个叫做overloading的这个观念 那overloading这个观念呢 我会在这边引进来 是为了等一下要讲所谓的建构式 constructor 那我们首先看所谓的overloading的概念 那overloading的概念就是说 好的这个名字 尤其是韩式的名称 物件名称等等 那经常都是不够用的 那因此呢 对于同一种功能的时候 那因为你里面所处理的参数而不同的时候 那你可能呢就要写两个function 可是这两个function呢 如果他们的名称又要去把它区分开来的话 那你迟早这些好的名称会不够用 那我提过这个fortran语言里面的例子 那么假如是计算这个正弦函数sine 那如果你里面的这个参数是这个实数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实数时候的sine的计算方法 那如果我们的这个sine给的参数呢 是这个复数complex number的话 那它的sine又有另外的计算方式 所以他们都是计算sine 但是因为里面的参数它的行别不同 那你就势必呼叫不同的function 那因此呢 这个在C++ Fortran里面呢 我们就设定就是说 韩式的名称它其实是可以用相同的名字 就是你写程式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相同的名字 那但是呢 在这个计算机里面 它要能够区分这些相同名称的韩式 能够把它分出来 那区分的方法就是检查这些韩式的 这个参数的个数还有这些行别 所以例如我刚才所说的sine x 那x如果是实数的时候 它就呼叫某一个它内部的sine韩式 那如果说你用的是complex number的话 那你呼叫sine的时候 它要用另外一个韩式 那这两个韩式呢 在语言里面内部是分开的 但是你写程式的人你不知道 你就反正都是用同一个名称去呼叫它 就是了 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就叫做是这一个overloading 那上次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模拟一个时钟的运作的话 那这个时钟可以运用在两种模式 24小时制或者是12小时制 这里面我们需要去设定时间 取出时间等等 那在getTime或者setTime的时候呢 可以依照它的参数的数量来加以区分 所以例如我们可以看到clock这个物件 getTime是只要三个参数的话 还有setTime的话 三个参数的时候呢 那就是24小时制 那如果说你的setTime跟getTime的话 除了三个十分秒以外 还加上一个区分上下五的字串的话 它们使用相同的韩式名称setTime跟getTime 但是由于它们的参数的个数不一样 所以在实际上你写程式的时候 你可以把setTime这两个程式方选 都使用相同的setTime的方式 但是它后面的参数的数量不一样 这里的参数数量不一样 另外计算机它自动会依照参数的个数 选择使用这个参数还是这个韩式 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最重要的 这个设定值的做法 那就是初始值的这个设定 那这种设定的这个方式 in general in general 是必须使用所谓的建构式来达成 ok 好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我们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里面 它有一个比较累赘的做法 就是说例如这个Rectangle 然后我们RectangleA 然后把它定为等于New 然后Rectangle 然后这一个瓜糊空的 然后来让这个作业系统 来分配这个记忆给这个物件 好 之后我们才用这个例如这个属性的方法 去set或者是get这一些物件里面的 这一些参数 好 那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说 这样子做其实是蛮啰嗦的 因为你变成是你都去设定它的 这一个位置 记忆把它弄好以后 然后再去把里面内容设定它的值 那其实我们可以更好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在每一次要见物件的时候 就同时把它应该设的这一些成员变数的值 就把它给定了 那给定以后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免掉很多 之后再来把每一个参数设定它的值是多少 我就可以省掉这样一个步骤 所以最好就是当你见物件的时候 要去要求作业系统分配记忆区域的时候 同时也把成员变数的值呢 全部都给它设定 那这样子是比较理想的一个做法 好 那这种情形呢 我们可以看 它写起来就长得像这个样子 你看Rectangle A等于New Rectangle 3 5 这个是用3跟5呢 作为Rectangle Width跟High 这两个成员变数的值 把它设进去 那么第二个呢 Rectangle B等于New Rectangle 2 所以你看也是一样 它把宽跟高都设定成是2 然后第三个Rectangle C 是NuRectangle 4 1 这个样子 好 你可以看到 比起刚才所写的程式 刚才所写的程式呢 这边是空的 A.width等于3 然后A.height等于5 对不对 要三个叙数 现在我们只用一个叙数 就写完毕了 而且当你在设定它的宽跟高 是3和5的时候 即使你的Class裡面有一些 内在需要一致的要求 因为它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会去呼叫你所建立的 建构式来分配这些记忆的内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所谓的建构式 是另外一种特殊的功能 Function 那这种Function呢 它的特点是 它的这个Function的名称 跟Class的名称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的Class的名称是Rectangle 这里这个Rectangle 它可以看成是一个韓式 而这个韓式里面呢 它参数是3跟5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同各式各样的建构式 你看有这三种建构式 第一个 这个里面是空的这一种建构式呢 你可以随意设定它的Width跟Hight是多少 甚至你把它都空着也无所谓 但是最好也能够让Class里面的物件的参数呢 变数呢 变数呢 也最好能够设定它的值 避免掉后来会发生抓到的变数里面没有设值的问题 好 那再来 如果是两个参数的话 我们就呼叫建构式 把进来的W设定成Width H设定成Hight 那如果说你只有一个参数的话 它就把W设成是Width 同时也把这个W设定成Hight 那你可以想见 如果我这里呢 还有第三个成员变数 叫做Area面积的话 那我这里每一个建构式里面 就可以加进去一个叙数 叫做Area等于Width成Hight 那这样一来的话 只要你是透过建构式 然后建立起来的物件 那么它里头的这些变数的内容 它们彼此之间就能够维持 这一个正确的这一个一致性 好 那因此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所写的这三个叙数 未来各位要建立物件的时候 请尽量使用建构式 尽量使用建构式 然后你写这一个class的时候 也一定要写这个建构式 那这些建构式呢 就可以把你的物件 它的这一个设定的这些变数的内容 在这个要求这个heap space 产生空间给它的时候 就同时把每一个变数的内容的值 都设定进去 可是刚才所讲的atribute还是有用 对不对 你现在set的部分 我们可以用建构式取代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还是想知道 这个Retangle它的 这个宽跟高是多少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用刚才的atribute的观念 那我们就用a.width取出width宽度的值 所以这时候应该等于3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有rotate 所以之后它的width就会变成5 所以这个没有错 然后height会变成3 好 那因此呢 我就可以看到 你在atribute的这些宣告里面 你注意到现在只有get 没有set 因为set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用建构式把它取代掉 好 所以呢 当你使用这个class的时候 看你用哪一种写法 它就自动会去找 你所写的各种建构式的这个过程 好 那这个就是这个建构式的这个概念 这里我们举一个先前做过的例子 就是丢一颗骰子 丢12000次 累计它每一个点数所出现的次数 首先假定有两颗骰子 那先前我们的例子里面 只有一颗骰子 所以就是从一点到六点 那如果是两颗骰子的话 两颗骰子的话呢 它的这个点数可能从两点 一直到第这个到十二点 对不对 那因此这个两点到十二点呢 应该一共有十一种这个个数 所以我们就设定一个正列Count 来计算各个点数出现的次数 第一个index所对应到的是这个两点 然后三点四点五点六点七点 八九十十一十二 一共十一种状况 所以index的值呢 是从0到10 因为它一共是一个元素 然后我们要丢12000次 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过 dice的这个class的这个宣告 那在上一次的这个dice宣告里面呢 我们让每一颗dice内部有它自己的 这个rand number generator 就是乱数产生器 可是上一次我们提到过 我们的这个乱数产生器 我们看这个例子 这个dice里面 之前呢 我们都是使用rnd等于new random空刮弧 对不对 好这种空刮弧的时候 我们说它是一个default的建构式 那么在这种default建构式里面 rand number generator的建构式呢 它是以这个时间以及网路卡号码 来合成一个总指数 对不对 然后才可以这个去产生乱数 好但是我们也提到过说 如果是两颗骰子一起丢的时候 那这个new random的这一个建构式呢 它所产生的乱数产生器是几乎是一样的 因为那个这两个还是 这两个物件被呼叫的时候 建构式呼叫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时间上差一点点 所以它产生的乱数产生器是一样的 所以变成两颗骰子丢出来的值都一样 那这就不合理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变通的办法 也就是说我们让dice建构的时候 有两种建构式 那么第一种建构式是default的这个建构式呢 那我们维持乱数产生器是利用时间 以及网路卡号码来决定总指数的这种做法 那另外一种呢 我们为了要让每一颗骰子都丢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你可以设定说这一个建构式的时候 去要求这个rendern number generator呢 给它一个种子数的值 那如果你用不同的种子数给它的话 乱数产生器当然就会不一样 那因此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做法 就是第一颗骰子 假定它的种子数是一路发168 那第二颗种子数呢 是水果机里面的777 这两颗骰子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那这两颗骰子里面 它们所丢出来的rendern的这个结果呢 每一颗骰子都会不一样 那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程式你每次执行得到的结果都一样 因为你都给它相同的 段数产生器的种子 不过至少它解决掉了这一个两颗骰子 那个太接近的时间 使它的rendern的痰漆是一样的那种问题 算是把它解决 好 那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后面做的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 就是头第一颗骰子 然后第二颗骰子 那这两颗骰子的点数就是那个face value 所以我们还是使用atribute的这个写法 然后把它设定为get 所以它这个face就不能set 我们讲过 因为你如果set的话呢 就等于你才作弊了 好 那因此这样一来的话呢 它就可以把这个点数呢给你 那这个点数 第一颗骰子的点数加第二颗骰子的点数 一定是在2跟12之间 可是我们的cout index是从0到10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这些东西减2 减2以后变成是它所对应的cout的元素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多少点数出现几次 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得到 好 那这就是建构式的这个概念 那在建构式的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了解构式 在这里有一个tilt dice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解构式 Distrupt 好 那在c++里面的时候 这个解构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一个function 在一个class里面呢 那如果你有用到这个指标的话 那你势必一定要写这个解构式 不然你的程式就会造成这个记忆漏失 memory leakage 的效果 那你的程式就会完蛋了 会跑到某个地方就会爆掉 好 这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看每次这个物件它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到gipspace跟作业系统 要一块区域放它的成员变数 对不对 好 那当我这个物件执行完毕以后 那那一块区域 记忆区域呢 就不再需要使用了 那你下一次又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那记忆系统又给你另外一个区域 好 那因此呢 这个如果你没有写这个解构式的话 在西家家里面它的情况就会是说 这个你每一次建立这个物件 那它所弄出来的这个记忆区域 由于呢 这个它永远不会被收回去 因为你都是在写新的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一个eventually你所用到的记忆 就会把这个作业系统 所能够掌控的部分呢 全部都给吃掉 那因此造成这个 所谓的记忆漏失的这种情况 好 那所以呢 这一个在西家家里面 这个把这个解构式写得好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 那事实上在这个西家家里面 有所谓的the big three 大三元 在这三种状况底下 你一定要好好处理 这些memory leakage的问题 好 不过呢 这些事情在这个 从Java以后 到我们现在这个西家 我们写这些程式 已经不必担心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Java开始 那它就加进去一个东西呢 叫做garbage collector 那个垃圾记忆的这个回收 那因此呢 这个在Java或者是C-share里面 它会去计算说 这个你的constructor 所产生的这些物件 它是不是还在继续的使用 那么一旦你不用以后 它就会这个在适当的时机 把你这一个物件 所占用的这个记忆区域 全部回收给另外一个程式 或者是你另外一个物件来使用 那因此呢 对于这个Java或者是C-share 我们不必在伤脑筋做这件事情 不然的话那个真的是 如果你没有维持很好的写程式的一些纪律 跟习惯的话 那个你用C++的时候 这Memoriki几乎是避免不掉的 好 那因此呢 我们现在比较新的这些Java跟C-share 我就不用伤这个脑筋 好 可是不用伤这个脑筋的话 为什么还会有一个结构式在那里呢 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一般情况 之前这个结构式呢 它的写作主要是为了 归还class物件所占用的记忆区域 对不对 那这一部分呢 我刚刚讲过 在C-share跟Java 已经不必要考虑 这一些garbage collection的这个事情 好 那但是呢 这个还是有一些情况 我们需要有解构式来帮忙 那这个情况呢 我们现在还没交照 到后面 我们会讲这个档案的这个开启 以及使用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呢 就有必要使用这个解构式 因为在那种情况底下 你的class在建构的时候 可能要去从这个档案里面 读取一些历史资料进来 然后来让这个你的物件能够使用 那当你的物件使用完毕以后 你其实也不再需要那个档案 那那个档案呢 你就必须把它关掉 然后把它所对应的 缓冲记忆区域还给这个作业系统 那因此在这个C-share或者是这个Java 需要写这个解构式的时候 通常都是在这一种需要应用到外界档案的时候 才有必要去写这个解构式 所以目前我们暂时就是知道 有解构式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好所以这里呢 大概的说明解构式的发生的这个时机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 当我们组成式里面写一个dice dice1等于newdice1的时候 那这里的newdice这个东西呢 它所代表的就是要去呼叫dice 那个class的建构式 那那个建构式里面是有一个整数的参数 就为随机产生器的总指数 这里呼叫这个dice的建构式以后呢 产生一个random number generator 那产生完以后呢 建构式就执行完毕 于是它回到原先dice1的宣告之后的下一行 那因此呢再去执行到一些别的 一直到最后呢 我们的这个组成式执行完毕以后 执行完毕以后呢 那这个时候dice1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存在 所以在这个地方计算机会消灭掉dice1这一个物件 那它消灭的时候 它就会去呼叫dice这个class里面所写的解构式 那如果你没有写这个解构式的时候 那它会帮你产生一个 那就是这个自动处理一些简单的这个解构的过程 可是如果你在这里面是有用到一些这个档案之类的话 那这个解构式就必须要写一下 不然的话你打开的这个档案 那因为你一直在用 那个其他人就没有办法使用那个档案 那就会有问题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dice的这个观念 前面已经提到过物件的宣告 记忆的配置呢 是大概像这样的一个图 对不对 所以呢 假定我们有一个class叫做rectangle 那成员变数呢 有包括width跟height 那么成员的函式是这个rotate 对不对 好那因此当我们建立一个物件A 等于new rectangle35的时候呢 那它就让作业系统在heap那里 设定一个a的width跟a的height 同时把它的width跟height设成3跟5 这是在建构式里面就自动做了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rotate这个样子 好那因此呢 这个时候我们的存在stack里面的物件 它的代表的记忆空间 它里面所储存的堆积记忆的位置 叫做a物件的this 还有b物件的this 所以当你有一个a的this的时候 就是利用指标指到那个a的width跟a的height 那b的this就是指这个b指到b的width跟b的height这个样子 前面讲过好的这个名称很少 你的这个名称你又要好记 然后又有意义 那你很可能都会冲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前面的就写说width等于w 然后height等于h 可是如果我们要催毛求疵的话 那么其实输入的这个参数 为什么不能够把它叫做width跟height呢 我们之前怕这样做 是因为这个width写到这里面的时候 会跟宣告的变数名称一样 造成是互相打脸计算机分不出来说 你讲的width是成员变数的width 还是你的建构式所呼叫的参数这个width 好那现在我们有了this这个观念以后 这件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它可以让我们呢 在建构式里头输入的参数名称 可以跟我们的成员变数的名称相同 但是使用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加一个叫做this 来加以区分 以这个建构式来说的话 假定这个不叫做width 这个也不叫做height的话 那这里面的width跟height就是指原来的这个width跟height 可是呢一旦输入的参数也是width跟height 然后你的成员变数也是width跟height的话呢 那我们就以只有width的这个东西呢 设定成是从这个函式的参数里面进来的这个 叫做width跟height 那我们这个进来的width跟height呢 要送到物件它本身所储存的width跟height 那怎么办 就用一个this.width跟this.height来代表它 好所以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看到有这样一个概念 对不对 所以呢 当我们写说this.width等于width的时候 那么this.width就是代表说 从这个this 然后去找到它对应的width跟height 然后让它的结果等于function进来的width跟height 好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呢使用这个建构式的时候 或者是其他的时候 如果我们发生这个同名有干扰的情况的这个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要使用这个this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进来 然后把这种混淆的这种困难呢来解决掉 好所以这是这个情况 好那但是呢 这个以前有一个学生 它写了一个这个function class 然后里面这个它写了一个function 然后呢 要把这个原来的这个width的矩形呢 把它的这个width跟height 都把它scale 放大 那它的这个程式呢 我们经过了很久的debug 才发现出来 那原因是什么呢 你看一下 这个还是它写 输入s integer width integer height 它觉得说我就是要把物件里面的宽乘上s倍 高乘上s倍 所以它就写width乘上等于s 然后height乘等于s 各位看出问题来了吗 它最主要的困难的地方是它没有完全意识到说 在写这个class跟物件应用的时候 你所进来的参数不需要包括你这个形状的参数 怎么讲呢 就是说如果你以这个物件导向的观念来看的话 我想要把一个矩形它的宽跟高都扩大为两倍 那我如果从韩式观念来写的时候 我当然就会写scale 然后把这个width把这个height放进来 然后在s倍这个s把它弄进来 然后里面就是这个width等于width乘上s 然后height乘上s 所以如果你是写这个韩式导向程式的时候 那你写的韩式很可能像这个样子 那没有错 可是你现在这个scale是在class的宣告里面 所以在这个class宣告里面的时候 这意味着说它里面的width跟height 是由这个class里面所宣告的成员变数里面 已经存在那边了 所以你现在把它做scale的时候 不应该再给它这个width跟height 不应该再给它width跟height 而是要由class这个物件里面 它本身所存在的width跟height去乘这个s就好 因此debug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去掉这个部分 那去掉这一部分以后 它就可以把它原理所存的width乘上s 然后height乘上s 如果它还是这样写的话 这里的width 如果你没有使用this的话 没有使用this的话 它指的是进来的这个参数 OK 好 那即使你用this的话也不太对 为什么呢 因为用this的话 那这两个参数进来干什么 对不对 那因此这是要特别小心的一种错误 那一般这种情形的话 是对于这一个物件导向的这个程式写法 还没有很熟悉的时候 那它偶尔常常会写出一些这个 韩式导向观念的这个方言出来 那这就造成问题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小心 尤其呢 如果你的韩式的参数里面 有跟你所宣告的变数名称一样的时候 更要特别小心 那最好是除了建构式以外 其他的功能里面 不要使用跟成员变数名称一样的这个参数 最好不要 不是建构式的时候呢 那你就要注意 这里就不应该用with跟high 那当然这里本来就不应该 有这两个东西出现才对 好 所以这个是要小心的一种状况 因为这个过去有一个同学发生这种情形 然后这个debug了很久 那这个到后来才忽然恍然大悟是这个原因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的是static的观念 所谓static的观念呢 是指说不需要建立物件的韩式呼叫 像我们呢 已经在使用的这些数学韩式 例如说前面计算的exponential function 或者是对数啊等等这些 那你其实都不需要建一个物件 才去这一个呼叫那样的function 我通常只要用这一个class名称 然后加一个dot 再加成那个function名称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的一个观念 我想我用这一个东西讲会比较清楚一点 前面我们看物件导向观念的时候 熟悉了左边这一块的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假定是一个rectangle的物件 那每一个rectangle物件 会包括两个成员变数 width跟height 还有一个成员函数叫rotate 好 所以a物件是这个样子 b物件是这个样子 c物件是这个样子 因此class的宣告就是准备一个width 准备一个height 然后宣告一个function叫rotate 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用那样一个class 来描述这个表头 然后你后面就会建立起这一些 你所要的这一些物件出来 可是在进行这样工作的时候 有一种情况会发生 什么样的例子呢 例如我们想要知道说整个主程式的过程里面 总共产生了多少个rectangle的物件 最直接了当的简单写法 就是在rectangleABCD这个地方 在程式的前面呢 我们可以宣告一个变数呢 叫做unconstructed 就是说一共建构了多少个矩形 初值把它设定成是0 对不对 每产生一个rectangle 我就把unconstructed加1 然后这个建构这个又再加1 这个建构有加1 这个建构有加1 这个建构加1 所以到最后这个地方呢 这个unconstructed呢 就应该要等于4 OK 就你一共产生了4个 这一个rectangle OK 好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其实来讲的话不是很适当 怎么不是很适当呢 因为我们的程式想要计算 这个rectangle有几个这件事情 其实经常在发生 所以如果你每一次需要用到的时候 你都要自己去写一个counter 并且自己去注意 每产生一个rectangle就加1的话 那这个事情你其实做的是 每次都要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是蛮佛 蛮繁琐的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说不定在这中间 也许有某一个function 去呼叫另外一个function的时候 在那个function里面 也许它里头 也给你产生了几个rectangle 例如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 其他rectangle在里面 那你如果是unconstructed 归零起来这里 然后每产生一个就加1的话 你这样做法呢 你永远不会加到呼叫韓式 而在韓式那一边 会去产生rectangle的这种情况 它那边所产生的数量 你就没有办法算在这个里面 那因此呢 你想知道说 某一个物件被建构几次的话 比较好的办法是让这个物件 它自己产生的时候呢 自己去注册说我产生了 所以你要把这个unconstructed 要加1才可以 好 那因此呢 比较理想的办法呢 就是把counter 技术器呢 这个东西呢 你把它放在class里面 放在rectangle里面 那在这个rectangle里面呢 你每一次有建构式 来建立一个constructed的时候 我就加1嘛 把那个东西加1 那因此就造成是 我们有看到右边 这里的蓝色的这个框框里头 我们的这个counter unconstructed呢 我们也把它放在class rectangle里面 但是放在class rectangle里面的话 你要注意的就是说 a的时候unconstructed的值呢 是依照一共有几个 来决定 所以呢 产生一个物件的时候 你只能说把这个加1 可是这个东西 它所存的地方 不可以跟你的abc放在一起 而必须是整个 这个class或整个物件里面 它单独分开一个地方来存放 所以你看我这个地方 用蓝色框框起来 你可以看abc这边呢 我们都不对constructed的呢 设定它的值 所以这个unconstructed这一部分呢 是依照你这里面 物件设定的时候 去更改它的内容 所以例如说 我先宣告一个 a等6 rectangle 35的时候 那么在rectangle里面 我就让这个unconstructed加1 它等于1 b物件进来以后 nconstructed变成2 c物件进来的话 nconstructed变3 d进来的时候 d还会有 那这个时候它就变成4 那因此像这样子一个变数 它是整个 这一个class 整个类别里面 只有一个地方 只有一个地方在存这个内容的 所以你看我这里就整个只画一个 那这个里面的内容呢 会随着这个 你的class的这个 建构式的呼叫 而有改变 那这个就叫做static 静态 因为像这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说它都是可以在动态改变 可是呢 像这个东西呢 它就一直摆在那个地方 它的内容随着外面的东西而变 但是它永远在那个位置 不像说这些东西呢 会跑到不同的记忆区域里面去 那所以它是dynamic 然后像这nconstructed的话 是static 我们来看一下 Retangle的class 它的private是width跟high 这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你看到 这里有一个nconstructed 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计数器 这个计数器呢 我宣告它是static 那宣告它是static的原因 我们刚看刚才的表格就知道 因为这一个nconstructed呢 不属于任何一个物件 它是整体来考量 产生了几个物件的东西 所以只有一个整数的值而已 不像这一边呢 要像heap space 去要一个动态的空间 来存放这些物件的记忆 它是整个class 只用一个变数区域来储存 静态的一个区域来储存 那因此呢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宣告 integer的时候呢 要加上一个static 接下来 什么时候把nconstructed加1呢 那就是每一个constructed 因为我们建立Retangle物件呢 一定要从它的建构式来建构 所以这一种b4constructed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nconstructed加1 然后在这里呢 这一种也是一个constructed 它是另外一种建构矩形物件的方式 所以如果它跑到这边来的话 就表示它又产生了一个矩形 所以这里呢 再把它的nconstructed加1 再接下去呢 还有一种constructed在这里 所以这里就是也把它的nconstructed加1 这个样子 但是呢 如果你想知道 它一共目前为止 产生了多少个矩形的话 你总要有一个办法 让它可以去取得 这一个static的这个变数 对不对 那因此呢 这里我们就提供一个function 叫public static integer get unconstructed 那这里的这个static 它指的意思就是说 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物件 所以呢 当我们呼叫这个功能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把那个this的那个位置传给它 因为这个function不属于任何一个物件 它是整个class所用的共用的一个 因此这个地方我必须写一个static static跟没有static的差别 在于送进去的参数 有没有包含物件的this的指标 如果说它是与ABC这些物件相关的话 呼叫这个function的时候 它会把A的this传过去 或者B的this传过去等等 好 可是我们现在这个unconstructed 它不属于任何一个 rectangle的物件 你可以看这个表就知道 对不对 unconstructed它不属于这些物件的任何一个 它只是在每一次产生物件的时候就加1 就这么一回事而已 所以这个东西是跟物件是无关的 因此它必须宣告成是static 好 那后面这个也一样 你如果使用attribute的话 也是一样 要在前面加上一个static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晓得说 你呼叫这个功能的时候 不需要把this的这个指标弄过去 所以它整体的记忆配置 可以用这个图来表示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说 这个表里面 我们写了一个class叫retangles 成员变数有width跟height 成员函数是rotate 堆叠记忆区域里面 A跟作业系统要求了hip space的区域 就是这个width跟height 所以这里面 Athis指过去的值呢 就是3跟5 如果你要执行它的话 你就把这个this 传给rotate的这个进入点 B这个物件呢 是2跟2 所以它也会把它的width跟height 分别设定成是2 接下来我们看 这些static的这些部分呢 我刚刚讲过 它是整体的变数 因此它不属于任何一个 动态产生的物件 所以叫它static 静态 那这些静态的东西呢 它就会在堆叠记忆区 会放进去一个变数的储存的内容 那这一顺部分内容 这个是integer 对不对 所以这里就有integer放在stack里面 那它放的就是你有多少个物件 然后这个东西 它就会把这个地方所存的内容呢 累加就可以 所以这里宣告成是static的成员变数呢 它不会跟物件的成员变数摆在一起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static的观念 好 那另外呢 那个static也会有一些函式嘛 对不对 那这些static的函式呢 也是一样 本来如果说是class那边的function的话 class那边现在有哪些function呢 有建构式 有属性 函式 Rotate 这些东西呢 都是对应到物件里面去 所以呢 这些函式呼叫的时候 都要给定物件的this的这个指标 可是呢 宣告成是static的这个函式 用不着 还给它物件的this的pointer 你只要直接在这上面进行 针对这里的内容和这边来处理就可以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一些常用的这个函式呢 收集在一起 那但是这些函式呢 并不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这个class 那那种情况之下 那这些函式呢 就可以变成是一个static的这个function 所以例如我们先前所写的那些static的这些function 都是program这个class底下的function 那么它并没有去产生一个叫做program的物件 然后才去执行这个static的function 它你在用的时候呢 在program里面呢 直接使用这一个它的这一个function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不需要去建立物件以后才来使用 所以这里有一个例子 例如说我们写时钟的模拟程式 在这些模拟程式里面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需要计算说 几小时几分一共是几分钟 几天几小时一共是几小时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呢 你要给它这些参数很容易嘛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去弄一个物件来给它 那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个class 这class叫做timeconversion 这里面的这些函式 把小时转变成分钟 把几天转换成几小时 那这两件工作呢 事实上都不需要知道说class里面呢 都没有准备一些成员变数来让它使用 所以呢你只要从外面给它几小时 或者几天 它就可以算出来是几小时或者几天 把它传回去给你 那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function跟这个function 宣告成是static 那宣告成static以后 我们使用的时候呢 就写timeconversion.hours to minutes 就是呼叫static func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它呼叫这个hours to minutes 或者是days to hours的时候 它并没有去产生一个物件 timeconversion的物件 才来呼叫这个hours to minutes 那它直接就是拿class的名称 加上后面的这些static的函数名称 就直接来使用 好 所以这个是static的这种概念 跟这个一般动态的这个物件产生 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要特别的注意 好 那因此呢 这样一个概念呢 你就可以晓得 这个 我们之前写那些数学函式 exponential,log,psi,cosi等等 这些数学函式 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物件来使用它们呢 没有 但是你如果把这些函数 分开在好多个地方 那又很不方便 所以比较好的办法就是说 好 我准备一个基本的数学函式库 把它设定成是一个class 这个class里面呢 所有的这些function 其实就是你平常在用的这些数学函数 它并没有说 要有一些共通的成员变数来应用 没有 那你就是照平常的exponential,psi,cosi 去用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把它集中在这一个mass里面的话 它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 你需要什么数学函数的时候 你就记得是到mass去找 对不对 而且你当你想要不知道什么函数 可以用的时候 你打math 然后加一点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这一个visual studio 它很贴心 所以你打mass dot什么东西之后 它就跑出好多个这个数学函数给你选 你就可以选择说你要使用哪一个函数 那这样子就比较方便很多 而且这样子做 可以让你整个这个语程式语言呢 可以彻底的这个物件导向 那你就不必要说去准备一些这一个函数导向的这种概念 现在没有 一旦你把这一些本来是要应该一个函数一个函数分开看的这些东西 一旦我们把它收拢在一个叫做mass的这个class底下 然后使用static来处理它以后 那整个你要使用c-sharp 或者是使用java呢 你就可以不必要再回到以前韩式导向的这种写法 而从头到尾都使用这个oo的架构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蛮重要的地方 那这一点跟那个c++有所不同 c++是所谓的hybrid的paradigm的这个程式语言 换句话说在这个c++里面 你可以偶尔某一些地方 你用的是现成的韩式名称 没有物件的观念在里面的 那另外一方面 你又可以建立起你的class 然后用物件导向东西来处理的这些部分的程式 那所以在c++里面 它是混合这个paradigm 典范 不同典范的这一种这一个程式的这个写法 但是像这个java或者c-sharp的话 它程式在原先设计的时候 就是要给这个物件导向的概念 从头到尾的物件导向 因此即使是像我们在其中考试前所学的那一些韩式 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叫做program的class底下 去写它的静态成员韩式来互相呼叫 那样子的写法就是韩式的这种概念 但是你整体看的话 它其实还是在OO底下的一个做法 这个特殊的做法而已 那因此这个部分 我们就介绍了这个static的概念 那接下来简单的讲一下这个structure 刚才的有关于class和物件的讨论里面 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物件的建立 还有这个储存 其实是这个效率有一点差 那怎么讲 因为呢 你一定要向作业系统去要求一块记忆区域 然后还要有一个指标指过去 所以当你要使用某一个物件的时候 那么你必须透过这个this这个东西 然后来引用这些在heap space里面的记忆区域 那因此如果我们的这个物件 其实它的内容很少 而且我们也不太在乎 它是不是会被人家直接取用 那么在那一种情况底下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特别的这个架构 就叫做structure 这个struct 事实上是比class 比较历史还久远的这个东西 大概在这个早期pascale等等发展的时候 就引入了这个structure的这个概念 那structure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把某几个这一种变数 我们把它集中起来 用一个架构来处理它 那这样的观念就是所谓的structure 所以例如说 萤幕上面的每一个pixel坐标 一定有一个x坐标横向的 还有一个y坐标往下的 如果你每一次要讨论这个坐标上面 这个萤幕上面的某一个pixel的话 有的时候是这个你需要来看整体的pixel 对不对 有时候你要用的是这个pixel里面的x坐标 和它的y坐标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因为它的变数很少 而且很简单 也没有什么需要考虑 这个内部一致 或者说是这个跟外界的一些 function 也没有很多 那这种情况底下 其实我们希望能够就是这些东西直接就摆在stack里面 你不需要再去透过this去找到keepspace里面 从stackarea过渡到keepspace 再去找你要的那个记忆体 那样子效率是比较低 因此这种直接就把它的内容放在stack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们之后就把它叫做structure 那基本上structure跟这个class概念上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它们都有封装一些成员变数 甚至也可能封装一些功能的函式 但是基本上在structure里面它大部分都是public 也就是它的变数什么等等都是公开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当我们使用的时候 会比较有时候这样做会比较有效率 当它的效率的考量胜过 这一个class原先的一些考量的话 模组化的考量的话 那这个structure是一个可以采取的一个方式 在structure里面的话 成员变数基本上就是直接摆在这个stack里面 所以它的存取的速度会加快 然后呢这个在structure里面 通常它的这个成员变数呢 也都是可以公开使用跟这个改变的 那因此这个里面的这些变数呢 一般我们都是宣告是public 然后另外建构式也可以写这样子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在structure里面呢 是没有default的这个建构式 所以呢你不可以写一个public s.2d空刮符 这个是不行的 因为在这个structure里头呢 它什么东西都是摆在stack那边 所以呢这个你没有必要去弄一个 这一个空刮符的这一种建构式 但是你其他的建构式还是可以有 那现在假定我们这个就分别使用structure 跟这个class来描述这个荧幕上面的一个点 那这个点呢它的坐标是由横向的x坐标 还有纵向的y坐标所决定 那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structure里面 x跟y宣告成是public 而这个class基本上它也是考虑它的x坐标跟y坐标 那理论上它应该里头的东西的成员变数 应该宣告成是private 建构式是public 它可以有default的建构式 可是structure里面不可以有default的建构式 可是因为我们要比较c.2d跟x.2d 这两种方式处理这个影像坐标的这种方法 看有什么样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即使是class的部分 我们的x跟y呢 我们也给它宣告成是public 这个主要是要跟我们刚才讲的structure 做一个比对 所以我们让它们尽量都相似 然后来看看最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在它的主程式里面 我们首先利用structure pointer2d 宣告成structure的这个地方 我们利用它的建构式建立起一个 这个第一个点呢是在3,4的这个位置 x坐标是3,y坐标是4这样子的一个点 所以它是s的point1第一个点 那第二个点跟第三点呢 那我们使用default的这个建构式 好,虽然我们的structure point 没有宣告它的default的这个constructor 但是这个计算机会帮你弄一个出来 好,所以这个spt2、spt3 那都是structure的这个point2d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spt1 assign给spt2 也把spt1 assign给spt3 这会造成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呢? 至少我们这时候可以看到的是说 spt1的x、y这个都会是等于3跟4 我们把这个程式码先跑一遍给大家看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设定spt1 x坐标是3 y坐标是4 然后spt2、spt3 没有设 接着我们把spt1 assign给spt2 spt1 assign给spt3 所以呢 这个时候spt2跟spt3呢 他们的内容都跟spt1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spt1是3跟4 spt2也是3跟4 spt3也是3跟4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的这三行 spt1等于3跟4 spt2等于3跟4 spt3等于3跟4 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spt1 就是用class所宣告的point 首先spt1是newclass2d 3跟4 表示它的x坐标跟y坐标是3跟4 这没问题 然后spt2跟spt3呢 它会用它的default建构式 我刚看到了就是把x跟y都设成1 那没有关系 那再来我们就是spt1 assign给spt2 spt1 assign给spt3 好 那这我们等一下就会讲 那那个指标是怎么连的 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好 Anyway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 所以spt1、2、3 它们的x坐标跟y坐标应该都是3跟4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所show的output的这些内容呢 你可以看到是spt1是3跟4 spt2是3跟4 spt3也是3跟4 这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 它把spt1的x跟y 换成了10跟20 然后spt2的x跟y换成了30跟40 所以我们可以晓得这时候spt1应该是10跟20 spt2应该是30跟40 好 那困难的在这里 spt3现在会变成多少 好 答案是没变 还是3跟4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spt1这里 它是10、20、30、40跟3跟4 接下来是cpoint 好 我们刚才这样做过以后 现在把这个cpoint1变成是10跟20 cpoint2变成是30跟40 好 那这时候的spt3会是多少呢 好 很妙的是 它也是30跟40 而没有像刚才structure这里 它维持是3跟4 好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这个差异 首先structure point的这个地方呢 每一次产生一个structure point的时候 都会在这个堆叠的记忆区里面 弄出一个新的储存的内容 像刚才产生了三个spt1、spt2、spt3 对不对 那一开始的时候 那一开始的时候 spt1是设它等于3跟4 所以它这个spt1呢 它会连结到同在stack里面的x跟y 然后这里是3跟这个4 接下来呢 它把spt1的内容 assign给spt2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spt2呢 它会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然后这个时候它会把spt1的x跟y 复制一份到这里来 所以这里变成3跟4 注意这个地方很不一样 它是把这个spt1复制到spt2 所以这里现在也是3跟4 好 那接着spt3 assign给spt3的话 那也一样 它把spt1的3跟4 也复制到这边的3跟4 这样一来 当它后面spt1变成是10跟20 对不对 它就过来 然后把这个x跟y改成10跟20 然后呢 spt2的话 那就过来 把它的x跟y变成是30跟40 好 那因此你要看它的spt3的时候 它还是维持原来的3跟4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使用structure的时候 它的这个输出啊 就会是这一个第二阶段的时候 就会是10 20 然后30 40 然后呢 3跟4 所以是造成这种结果 好 可是如果是class的时候 物件的时候就不一样 你要注意的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那个class的这一个方式 那么当它要new一个cpoint的时候 它就在heap space这里 作业系统 在heap space这里 找了一个空间 给你放x跟y this的时候 它用一个default的constructor 所以也建立了一个x跟y 那虽然这里面的值是什么 是我们刚才在default constructor里面 所设定的 cpt3也是new default constructor 所以这里也是1跟1之类的 好可是它接下来呢 把c.1 assign给c.2 那意思就是说 它把this的内容 换成是这个地方的地址 所以等于是 当我们的cpt2等于cpt1的时候 然后就代表我把cpt1的位置移到这边来 所以因此呢 这时候变成cpt2就指到这边来 这里就没有了 再来是cpt1 assign给cpt3 所以这个也指到这边来 所以这个也就等于memory leakage 就是记忆漏失就出来了 好那但是现在我们在c下 不用管这个事情 现在只要知道说这个指到这边来了 然后这个指到这边来 那它接下来呢 把这个cpt1呢 换成是10跟20 cpt2也是10跟20 cpt3也是10跟20 接着呢 我们把cpt2改成是30、40 好那因此这个就30、40 那因此这地方30、40以后 所以这个也30、40 这个也是30、40 这个也是30、40 所以就造成这个stack的这个class的这个结果 会跟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情形 你看到这里我们最后的三个output cpt1、cpt2、cpt3 都是30跟40 就是这个原因所造成的 好那因此呢 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 那个在这个计算机里面 那么使用这个structure 跟这个class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结果 效果 但是呢 这个各有它的这个好处 那么在你使用这个class的时候呢 你有很多关于像封装 关于像继承 我们后面会讲到 还有关于一些模组化 等等之类的这个好处 好那但是这个structure的话呢 它的优点就在于它的效率 因为它所有东西都是放在堆叠记忆区 那所以相对而言呢 你应该把里面的东西都公开 同时呢 它的内容不应该太多 它的处理的方式也不要太复杂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使用这个structure 否则的话呢 还是使用这个class比较好 好那因此 例如说我们要写一个全班同学的成绩表 我记得我们在前面讲那个正列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学号是一个正列 姓名是一个正列 成绩是一个正列 对不对 那我们呢 可以使用这一个array.thought 让它把那个成绩呢 依照这个由小而大排列 然后那个是 然后这是item 对不对 然后它对应的key 就是它的学号姓名 会跟着一起改过 对不对 我们讲过这样的事情 好 那可是呢 这个学号姓名成绩分开来看 其实是不太有道理的 那所以当时就有同学很聪明 他就跑来问我说 这个有没有办法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处理 OK 可以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设定一个structure 这个structure呢 就叫做student 那student里面呢 它可能包含的成员变数呢 就包括学号 姓名 还有这个成绩 那这三样东西 把它放在一个 叫做student的这个structure里面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 像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 用一个这个物件的阵列来描述它 那在这里你就可以想像 你可以设定一个structure的这个阵列 就是student所构成的阵列 来处理这一个三个东西合起来的一个 这个试算表的一个架构 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处理 好 所以这个是structure的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说 像刚才的class的这个宣告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这一个一件事情 当我们把某一个物件assign 给另外一个物件的时候 其实assign过去的只是this的这个pointer 只是this的这个参考点 参考坐标 所以呢 这个发生我们前面讲的情况 你看我们只有更改CPT1跟CPT2 结果呢CPT3受持余之央 跟着这个被改变 理论上在class里头 它的这个assignment 你把一个物件A assign给物件B 那它所做的事情 其实只是把两个的this的指标 弄在一起而已 那这个就造成一些问题 因为呢 你这个原先可能有一些 也绑在一起的class物件 你在修改某一个物件的时候 可能不小心 你以为不会受影响的物件 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例如刚才的CPT3 那当我们的这个CPT1、CPT2改变的时候 它也跟着改变 可是我们写程式的人 他也许没有期望到 没有期望说 你改变ST1跟SPT2呢 竟然也会改变到SPT3 这容易产生这个semantic error 那因此呢 在这个遇到有这种错误可能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避免它呢 那其中一种做法 就是你写一个这个function 然后把这个A里面的内容 那个一个一个把它复制到B里面去 那这种情况呢 这个会使得说 当你A改变的时候 B的内容不会变 因为你是把整个内容复制过去 而不是只有把这个this copy过去 好那因此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只有把this设定过去的呢 名词上有一个说法 叫做浅层的复制 shallow copy 因为你只有把pointer移过去而已 它没有产生新的物件 当然不会产生新东西 那有的时候 这种东西就是我们需要的 因为它效率很高 可是也有一些情况呢 我们需要把里面的内容 一样一样的复制过去 那这种情形呢 我们就叫做深层的复制 就是所谓的deep copy 就有必要让它里面的成员变数 一个一个改过去 所以为了要使得你的assign 能够把所有的成员变数呢 都一个一个复制过去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另外一种这个建构式来使用 那这种建构式呢 就叫做copy constructor 复制的建构式 写法上是这个样子 这里有一个CPT1 横坐标跟重坐标是3跟4 那接着我们把 前面是把SPT1 直接assign给CPT2 那在这里呢 我们所做的事情 是呼叫copy constructor 这copy constructor呢 是C.2D 所以这个代表 因为它的名字跟class一样 所以这里又是一个 constructor 前面我们所讲的 constructor呢 里头呢 是成员变数需要设定的值 但是在这里呢 CPT2D这里呢 它给它的参数呢 是另外一个CPT1的物件 所以如果参数是同样的物件的话 那它就是copy constructor 好 那这copy constructor呢 我们得要自己写 我要自己写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C.2D里面 我们要写一个这样子的 constructor 在最底下 这个 constructor呢 它的参数 是一样的class的内容 那因此 我们宣告 从P这个物件 那么P这个物件里面的X 我们把它assign 给我们自己的X 把这里的Y assign给我们自己的Y 那这样做的话 就等于是把CPT1里面的X 也就是3 assign给CPT2里面的X 然后再把CPT1里面的4 assign给CPT2里面的Y 好 依实类推 我们可以得到CPT1 CPT2跟CPT3的这个结果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依照刚才一样的方式 把CPT1的X跟Y assign成10跟20 然后CPT2的这个X跟Y呢 我们把它assign成这个30跟这个40 那在这种情形底下 如果我们刚才这里是使用CPT1 assign给CPT2 以及CPT1 assign给CPT3的话 那么这时候 这三个东西都会跑出30跟40 这我们刚刚讲过了 因为这三个东西是指到同一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改成30、40以后 所有的123全部都变成30跟40 可是我们这里呢 并非如此 我们这里的CPT2跟CPT3 是使用我们自己的copy constructor 所写成的 这个copy constructor里面 要求它要把参数里面的X跟Y 复制到我这个物件里面的X跟Y 好 那因此这个时候CPT1、CPT2这里 它的X跟Y都是把3跟4 复制过去 所以这三个东西 它们的X的这个pointer 就不会指到同一个区域 那因此当我们改变这个CPT1的内容 跟CPT2的内容的时候呢 就不会改到这个CPT3 好 那因此CPT3就會维持原来的3跟4 就跟刚才的structure pointer的结果是一样的 好 所以这个就是当你使用这个copy constructor以后 那它就把TP1这个东西复制到这里来 TP1这个然后复制到这边来 那就变成这个copy constructor的结果 OK 好 那么这个就是有关于copy constructor的这个概念 我们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一些关于利用我们平常的这些常见的行别 例如整数或者是浮点数或者是字串等等的这些函式 那么函式里面当然有可能是传送这一个物件来处理的 当然可能对不对 所以例如说这个我们想要这个交换两个常方形的物件 两个矩形物件的话 那这个我们之前所写的这个function叫做swap 对不对 那这个swap呢 我们也可以用相同的观念来这个运用类似的写法交换这一个两个物件的内容 好 所以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有一个矩形的物件 A 宽跟高分别是3跟5 B这个物件它的宽跟高都等于2 那接下去我们就直接呼叫一个swap function 然后把A跟B交换 然后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那我们期望的是当交换结束以后 A它应该变成B 对不对 所以它的宽跟高应该都要等于2 原来的Bswap以后它应该变成A 所以原来A的宽是3高是5 B的宽跟高也应该都是3跟5 OK 好 那可是这个结果跑出来是错误的 那原因跟我们以前讨那个两个整数的swap 是一样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就是swap的function 它就拿这个Rectangle A 跟Rectangle B 过来做交换 那这个交换的结果 当然是在这里面它把A跟B交换成功 可是原来的A跟B并没有被交换 那这个道理跟原先所讲的 call by value以及call by address是一样的 好 但是呢 现在我们用了这一个物件来做这件事情 处理的过程就比较稍微不一样 来我们看一下这里 因为前面我们所讲就是两个整数直接交换 那好像没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是两个物件的交换 好 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是组程式 它在这个里面有它自己的变数 它里头有一个物件A 有一个物件B 那这个物件A跟物件B 根据我们前面的说法 我们会知道 其实这个物件A里面 所存放的是HeapSpace里面 分配给它的记忆区域的开头的地址 所以这是一个A物件的this 物件B呢 它也是指到这边来 这里所储存的是B的this 的reference 就是这一点的地址 当我们call by value的时候 就把这个东西复制一份给swap的A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复制一份给swap里面的B 但事实上它call过来的东西呢 都是物件的this的reference 所以呢 这里的A 它把这个复制过来以后 swap里面的参数的A呢 它就指到这里 跟这个A指到同样的地方 B呢 它也指到跟原先B一样的这个位置 所以这两个东西是这个样子 接下去 在swap function里面 它把这两者做一个交换 这两者交换 所以把这个A跟B交换以后 变成这里的A呢 改成是指到B 然后这里的B改成指到A 所以呢 在这个swap里面 它是真正交换的 因为B现在指到A A真正指到B 可是当你回去的时候 它的A跟B有没有受影响 没有受影响 因为它还是指到这里 B还是指到这里 所以呢 swap它没有去改变到 我们原先main program里头的A跟B 它没有真正的换过去 没有换过去的原因就是 它是call by value 所以在这一边 它的这个交换 不会影响到原先的这里面所储存的this 没有改变 OK 好 那因此这个swap 它没有能够达成目的 所以A跟B 并没有交换 前面的办法呢 就是用这个call by reference 然后come to rescue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就使用call by reference的方式 用reference A跟reference B 那如果你使用这个reference的方式来考虑 这个物件的交换的时候 那它这时候是什么情形 我们来看一下 在组成式里面 真实的A跟真实的B 它分别指到真实的A的位置 以及B的储存位置 对不对 所以是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 接下来你要注意 它是call by reference 它是把这个区域的地址传过来给它 然后把b list 它这里存放的这个stack里面的地址 传给它 那因此我们呢 每次要知道说 这边产生什么影响的话 你就得透过它是在哪一个位置 然后看它处理什么事情来过去 所以呢 当我们copy它的地址过来的时候 你对它做什么事情 都必须透过地址里面的list 去做它指的东西 那因此呢 在这个swap里面 它把a跟b对调的时候 它会透过这个地址过去 把这个地方所指的东西 真的把它改掉 就是a跟b交换的时候 它会把b所指的这个东西呢 透过这个reference过来 然后把它放到a里面去 那你a跟b交换的时候 它会知道说这个a跟b呢 我要交换的话 我应该要去找说 它原先的位置上面的这个变数 它所指的东西 然后来做交换 所以呢 在这种call by reference的这种方式底下 你在这边所做的这个交换 它就必须回过来找到它原来是哪一个跟哪一个 然后这两个真正去交换 所以呢 swap里面它交换的a跟b呢 就会使得说 原来指到这个东西的 换指到这里 那因此 我们就知道说 这里的a跟b就真正产生了交换 好 所以这个点要注意 你知道在那个dj的这个程式语言里面 经过某一个地址 然后根据那个地址的内容指过去 然后再处理 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计算机科学里面算是 经常用到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呢 所谓的call by reference的话 意思就是说 你要对它做任何的改变 你必须先经过reference的地址 过去找到它的这个内容 这个东西也过去找到它的这个内容 然后这里面呢 是这两个对调 由于你是这样找过去的 所以它就会 真的是把这里的这一个 跟这个东西做对调 这个是call by reference 跟call by value的差异 call by value的话是 这个东西reference copy过来到这里 this copy到过来这里 那这个是这个this copy到过来这里 那因此在这边做任何的处理 都不会影响到这里 可是call by reference的话 它会把你存放真实的位置的地方 的地址传过来 所有要做对于这两样东西 所要做的改变 都必须先透过你的这个地址过去 然后去改它的内容 那因此呢 这个是所谓的 call by value 跟call by reference的这个差异 那我们接下来就提到物件构成阵列的做法 我们可以看一个这样的例子 前面我们提到过这个产生阵列 例如整数的阵列 或者是浮点数的阵列 或者是自串的阵列等等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还可以有物件的这个阵列 所以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那宣告一个Rectangle的阵列 叫Rectangle 等于New Rectangle 3 注意各位看 这个东西是阵列的宣告 不是construct 要注意 所以这里呢 是New Rectangle 3 这就跟我们前面写说 整数阵列的话 是New Int 3 一样的意思 那只是你现在呢 是产生Rectangle 好 那因此在这个步骤以后呢 那么我们的计算机 它就产生这样的一个做法 在HeatSpace这里 产生了三个给这个Rectangle的地址 所以这里是给这个Rectangle 0 这里是给Rectangle 1 这里给Rectangle 2 所以它这里弄了三个内容 但这三个内容 并没有分Wid跟High 这里呢 就只是说 我们在HeatSpace里面呢 有三个区域出来 那这三个区域呢 都是准备要放置物件的 List参考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让第0个Rectangle 是3跟5 第一个Rectangle是2 第二个Rectangle是4跟1 好 那于是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记忆的配置是这个样子 Rectangle 0 对应的HeatSpace的区域是3跟5 所以它会把这个地址呢 放到Rectangle 0这里 2跟2 这个是B Rectangle 1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地方的位置 就放到这里 是Rectangle 1的这个List 最后一个是4跟1 对不对 也是一样 在这里设定好4跟1以后 把这个地方assign 给这个Rectangle 2 所以意为的物件阵列架构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利用堆叠记忆里面的 一个Reference 引导我们到三个Rectangle的阵列里头 每一个阵列里面 存放的都是一个List的Reference 每一个List的Reference 都有连结到每一个元素 它所对应的宽跟高 所以我们现在呢 用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我们来写一个应用程式 那就是唐诗五言绝句资料库 我们从唐诗300首里面 有大概29首的五言绝句 那29首五言绝句里面 我当初在建这个程式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能建23首 24首以后的就弄不进去 所以我在这里就是使用23首 建一个资料库 那这资料库建立起以后 那我们可以允许这个使用者呢 能够查询 因为资料库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可以让人家依照一些 所设定的这个key 那个key 来搜寻这个资料库 找出你所要的这些内容 因此我们的唐诗资料库的话呢 也许就是说它的key 它的key 是可以用私人的姓名或者题目 来看说它的整首诗是什么样子 好 那在做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用物件导向观念来想 如果用物件导向来想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料库 看成是这个诗的这一个阵列 诗的阵列 那每一个诗呢 它又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里面呢 有包括诗的题目 诗的作者 还有这个诗句 诗句 这些东西 好 那如果我们原先 使用这一个function 的那种procedural的方式思考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把title author跟这个诗句 分开 然后分别处理 那但是前面讲过 这三样东西 其实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 那因此我们可以把每一个诗 看成是一个物件 当然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structure也可以 好 那这个物件里面 就包括有这个title 有这个author 然后有这个诗句 好 那接下来资料库本身 也看成是一个物件 那它的这个物件就是 这个由很多诗所构成的这个阵列 好 那这个资料库呢 我们提供给外界使用的查询的运作呢 我们就使用一个public function 叫做process来处理 private资料库提供的函式 在process以后呢 那它可以完成这些要求 显示师的标题 或者是取得使用者的要求 然后查询 查询有两种方式 师题来查询 或者是私人性命查询等等 好 那这样的一个资料库 这样一个概念的资料库 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其中考的题目 就已经有些类似了 那我现在在讲的这个情况 我们是一个object-based的 这个资料库程式呢 是很有用的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 在我先前所讨论的这个阵列里面 成绩阵列里面 你能处理的就是 例如说学号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分数 然后性命 就不出这几样 这一个常见的这个形别 就是字串或者是数值这个样子 可是你也知道说 现在我们很多的资料库里面 会包括一些 不是这些基础类别的东西 像什么呢? 像这个照片 或者如果是这一个 那个房屋仲介的公司的网站的话 你可能要储存这些房间的图片 对不对? 或者是这一个 你用KKBOX的话 你的资料库就是许多个 这个音乐的声音 那这些音乐的声音档案等等 也都是这个物件 那因此 当我们能够写这一些 以物件为基础的 这个资料库程式的时候 你的这个资料库里面 就可以存放很多 之前你只使用整数、浮点数、字串之类 没有办法放进去的东西 现在就可以了 好 所以比方说你就可以写一个 这一个全班人资料库 然后除了学号以外 还有每位同学的照片等等之类 就可以这样做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用物件的观念去写作这个资料库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资料库的话 首先就是一共有23首诗所构成的阵列 接下来我就用直接key in的方式 把唐诗三白首里面的前23首 把他们的诗题、作者以及诗的全文 都把它key in进去 所以你去看我们的 这个所附的那个范例程式里面 就有这些东西 好 然后呢 我们利用这一些诗的这个阵列 我们建立起一个database的这个物件 所以database就是一个class 这个database里面 它有里面储存的资料 还有一些你可以处理的功能 那我们等一下再看 那在这里就是产生一个database database产生以后 就让它一直run 让它一直run 然后等着使用者来做查询 好 因此我们来看database的class 那成员变数自然就是所有的这些诗 对不对 所以它的private的诗的阵列就是paw 如果你给它一个阵列 它可以建构起一个这个资料库 那就可以建构一个资料库 我们让它开始跑以后呢 这里有一个无穷回圈 就在不停地等这个使用者 来输入一个request 说它要做什么事情 好 那当然这些概念呢 你如果等到GUI的 视窗程式撰写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会变得更加自然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先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写 让你理解到说 在以前的人 没有图形使用界面的程式的时候 视窗程式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是用这种方式 在处理各式各样的资料库操作 它会在萤幕上面显示 这个0代表什么意思 1代表什么 2代表什么 3代表什么 于是你就按0 然后1 然后2 每一个步骤都让你选 说你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是以前 在没有这个图形使用界面的时候 那么一般的这个使用界面都是如此 这叫做菜单式的这个选择方法 menu 好 那我们来看 首先呢 我们会要求使用者输入一个request 这个request 如果等于0的话 那就表示说 资料库结束了 不再执行了 break 那如果等于1的话呢 是query by title 就是用诗题来选诗 那如果是2的话呢 就是query by author 就是用作者的名字 来查尸体师的内容 另外这个是showheading 就是说你database刚开始跑的时候 你就让他show一个heading出来 来表示说 我们现在在处理的是 唐氏300首的五言拮据的这个资料库 getrequest的话呢 就是印出这个字 选择 那0 1还是2 对不对 那这进来的东西呢 我们用parse以后 变成一个integer 那这integer就是他的request的这个 回去的这个结果 好 你也注意到 这个东西 他宣告的是private 因为这个东西是要配合 他自己的那个process来用的 那么因此呢 这个我们不希望 这个外界的人呢 来修改这里面的内容 所以换句话说 他是这一种软体IC里面 被那个封装包起来的部分 我们不希望外面的人来用它 相反的 刚才我们前面有一个process 对不对 这个process你看 他宣告的是public 所以这个public的话呢 就是我们资料库 他每一次处理的时候的过程 那我们每一个这个class 至少要有一个public的function 给人家呼叫使用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当我们建立好database以后 我可以呼叫这个function 然后让他开始这个process 那process主要就是不停地在问 这个使用者 他这个要做什么事情 看是要结束 还是用尸体查询 还是用这个私人姓名查询等等 public这个部分就是 关于怎么去query by title 之前我们用一维的阵列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index.org去找出 他的那个找到的地方 但在这个地方呢 这一个可能我们用index.org 比较没那么容易 所以这里我们就采用手工的方式 把这整个public的阵列 从头扫到尾 然后看到有相符的东西 就把它印出来 这个样子 这个是用姓名查询的 然后这个诗的class 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些东西并不困难 那我们看一下 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class跟object的部分讲完了 我们来复习一下 首先物件的产生是依赖class的宣告 class的宣告在构想上观念上 是类似一个像右边的表所显示的这种情况 表头的这个部分就相当于你在class里面 你所要宣告的内容 你每一个表头底下所对应出来的 每一列的这个内容呢 那就好像是一个物件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说的话 A的这个Retangle里面 它的成员变数是3跟5 所以它就用这个建构式建立起3跟5 这个样子 OK 那另外一方面呢 heat space里面 也依据它这里的成员变数的宣告 然后在heat space产生一块区域 给A的这个物件 那它的开始的位置呢 会放在A的记忆空间里 那就是它的this 另外呢 class的内容 它也可以做一个它的功能 例如说举行旋转 把它的宽跟高交换 那另外一个呢 例如我想知道说 一共有多少个这个阵列可以被 已经被这个产生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在这个表格的概念里面 这一种 这一个 一共几个举行物件产生的这种概念呢 它是属于一个静态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一个静态的变数 来存放它的产生的个数 那这个东西呢 会摆在Stack里面 所以它就不是放在这个heat space 不管你有几个物件 Static的变数呢 始终只有一个 这样的情形 它概念上就是 你把这些成员变数呢 使用这个private的方式来宣告 原因我们提到过 因为这些成员变数内容 彼此之间可能有这一个一致性的问题 所以通常我们的这一个成员变数 是使用private的宣告 那么N constructed这个东西呢 是整个类别才只需要一个变数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steady的变数 那以此类推 那大概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 就叫到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质量的 是一个是一个带路 的事物 是非常有限的 那我们的带路 在这一个团柄里面 就有一个人的带路 就是这样的通路 就有个人的带路 就是这样的带路 就是这样的带路 那这样才能变数 然后这一路 就是这样的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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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